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优格奶油炖鸡豪迈佐咖喱 听起来就很赞吧 最近的天气都下雨 所以我就在想炖一锅鸡肉 然后有咖喱的风味 然后又有优格牛奶的风味 它很赞哦 这边是要教大家说 咖喱粉啊 粉类的东西买回家 我都会把它分装在小玻璃瓶里面 然后放在冰箱冷藏 避免受潮 这次腌鸡肉的材料有 这一瓶四方鲜乳的无糖优酪乳 优酪乳一杯就是优格 可以用优格来去替代也可以 然后番茄酱加甜辣酱也是一杯 你可以自己去微调 如果你喜欢甜辣酱的味道多一点 然后咖喱粉呢 我们有甜跟辣的 我就都各一大匙 但是我甜的还有稍微偏多一点点 我在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要腌东西放冰箱冷藏 我会找一个锅子 对 就直接放在锅子里 然后直接放冷藏 那你就不用再用什么塑胶袋 或保鲜膜都不用 这边看到的是所有的材料图 再另外介绍一下这个茄子 其实我还蛮喜欢像这样的茄子的 你不用担心它变色 因为它就是会变啊 然后这边看到如果在做炖菜的时候 我的食材会切得稍微厚一点大一点 让它去炖出它的滋味啦 因为太薄了它很容易就缩掉了 然后鸡肉我放在冰箱里面一天 我让它冷藏一天 让它一天的时间慢慢去作用 接着这边看到我下了姜片跟大蒜 姜跟蒜头啊你也一样都可以冷冻保存 都没问题的 但有人会问说那冷冻保存 我的菇会不会软 其实我们菇类就是要煮软的啊不是吗 它所谓的软是它放在冰箱再拿出来煮 如果你拿来煮汤拿来做炖的料理都没有关系 那除非是你想要拿来生吃也不会啊 因为我们不会把这些东西拿来生吃 所以就没有这个差别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试试看不要怀疑 这边用的是绣蒸菇 我也是一样 暂时我每次买回来我就丢冰箱 然后今天要用哪一种菇啊 白金陵菇 雪白菇 或者是红喜菇之类的所有的菇 我就再把它拿出来 这样就可以用了 因为你如果放冷藏 很多时候你常常会菇类容易出水 然后就会酸掉就会坏掉 现在要学会怎么保存食物 我稍微把它盖锅盖 让它去稍微有水分焖煮一下 这边看到的是有机姜黄粉 我们合作社架上也有 很多时候我在料理里面会加一些姜黄粉 它不需要常常吃 但是姜黄粉要注意的是 它是一个止溶性的营养素姜黄素 所以你在做料理的时候啊 如果姜黄粉的时候 你就让它跟油脂混合 这样可以帮助你在食物中 方便你吸收姜黄素的营养 所以你看在这边我就稍微再加一点点橄榄油 所有东西记得都不是吃多就好 就是可能一个礼拜有一次两次这样就好了 不需要天天吃 对维持均衡的饮食我觉得那比较重要 然后我冰了一天一天的腌的鸡肉 其实我闻它的味道就蛮香的 那个咖喱的香气 还有优格的那个 其实它不会酸 那闻起来的味道就很香扯 对我把蔬菜都稍微先炒一下 姜黄粉也加进去 然后再加一点点橄榄油之后 我就把我腌好的鸡肉放进去煮 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喔 连你一起腌的优格 番茄还有那个甜辣酱都一起放进去 对这酱汁都一起倒进去煮 在炖煮东西的时候像现在这样我就小火就好了 然后看我这边还在去多加一点水 把锅子里面的材料都再把它倒进来 如果你没有加一点点水进去炖煮 我觉得它会太濃 我怕它会焦掉 对所以加一点点水也是可以稀释 稍微稀释一下这个濃度 然后我把刚才的茄子放进来 我今天用的这一个锅是淘土锅 然后这边看到我还加了番茄糊 如果你番茄酱就加番茄酱就好了 那因为我番茄酱已经在腌肉的时候用完了 我就用我的番茄糊 这边要加番茄酱的话 你大概也是用个两大汤匙 对差不多 然后我再加番茄酱一起下去炖煮 整个过程我大概让它焖炖焖炖 大概一个小时多 我在炖东西会焖炖焖炖 我不会让它一直 比如说这一个小时一直都是开火的 我会让它比如我炖个30分钟之后 它其实已经有像这样冒泡 我就会熄火让它在里面循环 然后大概10分钟之后 我再开火再去炖 在最后的时候啊 你都已经一个小时都炖好之后 要起锅之前我加上鲜奶油 它就会有浓浓的奶味 然后跟咖喱其实很配哦 我觉得咖喱的味道跟奶类的东西一起去配都很配 这边如果你有椰奶你也是一样可以加椰奶都很棒 可是我们现在合作社附居的椰奶也已经没有了 对所以我加了鲜奶油 然后再稍微再加热一下 你要上锅之前再倒鲜奶油下去 然后再加热一下 然后这边我通常加一加大家煮姜黄饭 我很常会煮姜黄饭 如果我有吃米饭的话 对像这样把它撒进去 然后刚刚有跟大家讲过 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嘛 可以吸收的 所以我就还会再加一点橄榄油下去 然后把它拌匀拌散 我就可以煮饭 出来的饭就是姜黄饭哦 其实蛮好吃的 你不用担心姜黄饭会有什么其他味道 这边看到是冷冻花椰菜 缺菜期的时候冷冻蔬菜很好用 但是你记得它不用退冰 像我就这样打开 然后锅子加热 直接就倒下去了 我有倒一点点橄榄油 就这样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如果你让它退冰它就会出水 你整个花椰菜就会 那个水分都流出来了 所以冷冻蔬菜就是直接炒就好了 像这样的一道 优格奶油炖鸡佐咖喱 真的非常的棒 我就这样煮一锅是米饭 然后一锅是奶油炖鸡 这样就好了 可以大家试试看咯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